近期云南橙江种植的反季蓝莓陆续上市 走敲冬季市场 走进橙江市龙街街道的蓝莓种植园 一颗颗蓝莓树 叶绿果子散发出淡淡果香 每年11月开始这里的反季蓝莓开始上市 将一直持续到来年2月 今年呢 早一批呢 吃了一百多斤 在釜仙湖畔万海社区的蓝莓种植基地 最早的一批反季蓝莓也已经开始采摘 这些新鲜蓝莓将被按品级进行挑检包装 经过冷链处理后 快速运往北京 上海 广州等地 近年来 当地积极推动蓝莓产业发展 目前已实现蓝莓种植水肥一体化 今年 橙江市蓝莓种植面积共计1.2万亩 总产值预计达6.8亿元